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5月7日,星期二,王偉民逆經港堂 大家聽到,應該看到我的樣子了 好,大家好,開始了 首先,多謝一位老太太收到她的贊助支票 一千大元 老太太在信裡提到一件事 她不知如何在YouTube 訂閱這個王偉民逆經港堂的節目 我自己都是老人家,我完全明白她說什麼 因為我們對著這些,不要說她 我現在做了那麼久,我都是傻傻傻的 還要老人家寫支票 我現在每月寫支票交租 我已經覺得很煩 還有一些阿拉伯數字和英文數字的配合 我經常寫錯的 14,寫了40那些 她真的很尷尬 我現在說一次,應該怎麼找這個 王偉民逆經港堂的訂閱 你先在YouTube那裏 老太太,先在YouTube那裏找一個 王偉民逆經港堂這件事 你找到之後 你會見到一個圓圈 有我的樣子在這裏 我圓圈的樣子下面 下面有一個紅色的信封 你碰一下那個紅色的信封 其實你就會當成為訂閱了 那 講出來好像很簡單 我知道其實對很多 我這樣的年紀 或者更大的年紀的老人家來說 其實對於這裏有些恐懼的 目前的電子科技發展到很複雜的 但是本質上你抗拒的 就自然抗拒的 總之 你找到YouTube 這個這樣的 app 然後你按進去 在尋找上 用手指寫上王偉民逆經港堂 你按進去 她會搜尋到我的樣子出來 我的page出來的 那有個圓圈 有我的樣子 我的樣子下面有個鮮紅色的信封 你按下去 那就變成是訂閱了 大家的收看 訂閱 和贊助 都很需要的 那 我們收到很多贊助支票 就是從一個 辭職 從其他各方面看到 都是老人家為主的 其實對老人家來說 寫支票 都本身是一個負擔 我知道 包括我自己本人 第二 老人家沒有收入 其實就不用寄一個 一千元那麼多的支票給我的 你的心意我理解的 和象徵式可以的 留給一些有能力的 還有年輕人 那些去贊助我們的節目 因為他們可能根本都不在乎 去一次日本兜過鑽 都兩個人 五萬六萬的 其實 是吧 食笑Robertson 都三五千元 一餐lunch的 這些反而我覺得 他們可以贊助我們的節目 如果他真的對他有用的 或者他支持的節目的背後精神 至於老人家來說 其實你沒有收入就不用這麼客氣 贊助的支票 都是這樣一句 我也是重複一次的資訊 寄去上還我們的郵政信箱 上還 上還郵政信箱 33249號 33249號 支票抬頭就是 逆經廣唐有限公司 逆經廣唐有限公司 如果用PayPal的朋友 或者海外朋友都用PayPal方便 PayPal的朋友就是 你找PayPalme Echain Consultancy Limited Echain就是 I字的E Chain就是 C-H-I-N-G Chain Consultancy C-O-N-S-U-L-T-A-N-C-Y LIMITED LTD 你就可以找到 或者你仍然有些東西 要詳細詢問一下 我們有一個WhatsApp的電話 是91966675 91966675 多謝大家 CY空說我心腸好 無端端我心腸好 邱波儀報道 Carrie 原來不是邱波儀嗎 Cavin 多謝你 91966675 91966675 Cavin幫我登了出來 其實 昨天已經立了夏 即是夏天開始了 是智月 人月 我們智月是 用人月做智月 人某神 整天春天過了 現在應該是夏天 不過天氣都怪怪的 有時開冷氣就太冷 不開冷氣就太熱 睡覺開冷氣前 就覺得OK 但是睡到半腦又太冷 你冷起來的話 所以整天都半腦 好像不知是否感冒感冒 我把聲音都好像 不知是 扮性 大家盡量 體諒 因為我喵喵喵喵 今天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 潛稅一輪 終於瀑頭了 其實我真的不想講這個人 其實很契弟 做完壞事 就扮可憐 他說我們批評 立法會秘書處 部分人士的批判言論 他用批判言論 他不是用批評 是近乎欺凌和滋擾 喂 他究竟陳維安本人 知不知道自己犯了法 立法會 法案委員會主席 搜冊第四章二十七段 其實所有法律 是black and white 文明規定 陳維安作為立法會秘書 他將主持會議的 最資深議員 這個規矩 踢開 那他自己做主席 即使做主席 都沒權做的事 他做 他還下令自己被施署的員工 杯葛會議 你每月資金三十幾萬月薪 你犯了法 你踐踏議會 你不敢面對議員 不敢面對公眾 你是誰的秘書 大家還明不明白 議會的意義 議會 是人民的議會 議會 是香港人通過自己投票選出代表他們發言的議員 成立一個人民的議會去監察政府的運作 撥款 洗費 和錯漏 大家幾年前 記不記得台灣馬英九作為總統的時代 有個叫太陽花學運 當時馬英九一力要通過一個 和大陸做生意的貿伏協議 當時台灣民眾 尤其是年輕人為主 學生為主 覺得他賣台 但是議案很快 未經辯論 就想通過 所以學生衝入議會 佔據議會 大家還有沒有印象 佔據議會 癱瘓了議會法案通過的運作 癱瘓了當時的馬英九政府 馬英九政府 想派警察入去議會 驅逐學生 但是當時立法院的院長 黃金平就說 議會是人民的議會 政府的警察不可以進入議會 黃金平作為立法院院長 他沒有報警 警察不可以進入 到學生包圍行政院 警察坐去動手了 打到學生頭破血流 是吧 馬英九驚此一役 民望一沉不振 陳水扁當總統時期的馬英九 一清如洗 大家寄望貪腐的陳水扁入獄下台 包圍總統府 全副心機擺到馬英九 當時選舉馬英九的投票者 就對馬英九最違反感 是吧 馬英九連任之後 最後的歲月幾乎是落方而逃的 這個就是選舉的意義 這個就是選民的權力 喂 今天你只不過是立法會的秘書長 你竟然可以將這個作為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搜冊的條例完全踐踏 你究竟聽誰的指示 你是立法會的秘書長 你不是政府 你知道中堂了 三十幾萬時候 但是你不是政府行政部門指揮的員工 今天你犯了刑事法案 你要面對法庭的審訊 你竟然做完壞事 扮混蛋 扮可憐 所以我基本上就不想說他 那我們說回自己的節目 今天買了一些花 希望你喜歡 但是買了一些花 不知道天氣是不是冷 它不是很開的 所以我剛才開了一個暖爐 在他旁邊敲一敲它 但敲完它之後 樣子衰衰的 我們說回今天的題目 大事發生了 金正恩放飛彈 特朗普就宣布 在5月5日 他們的時間 美國東岸時間 宣布 本週五開始 Coming Friday 加徵萬億中國貨 關稅25% 中美貿易談判 還談不談 其實 大家全世界都很關注 特朗普5月5日發難 14億大陸人民 竟然金藥寒蟬 環球時報不見了嗎 粉青呢 五毛呢 外國網民呢 最可恥是外交部 人家外國記者 你問 在這個 例行會議外交部 例行會議 問 喂 究竟這個貿易談判 我們到底要問 誰有關部門的 這個發言人 梗標 平時扮成英明神武 是嗎 是嗎 他說 有關部門 當然是有關那些部門 無關那些當然不能叫做有關部門 所以我建議你 都是向有關的部門 他們詢問 他還是覺得自己很幽默 很外交辭令 外交辭令 外交辭令不是這樣的 外交辭令是與大相關 大陸流傳很久的外交辭令 通常都是出著周恩來的 當尼克遜訪華 是嗎 基辛格陪著尼克遜 一起走長城的時候 基辛格會有時候有些雕喊的說話 為何中國人走路都永遠都寒背 所以他會回答 因為中國人永遠都是向走上波的 走邪路 往上走 所以就寒背 大家就很贊成 哇 周恩來厲害啊 厲害啊厲害啊厲害啊 據傳基辛格都問過一個問題 其實中國大陸當時 尼克遜訪華的年代 有沒有妓女呢 周恩來就回答 有 在台灣省 與大相關 一箭雙雕 連招帶打 大家覺得 哇 周恩來厲害啊厲害啊厲害啊 外交辭令 你現在這個 梗標 梗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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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答什麼 其實 你沒有人敢說一句話 現在特朗普就說 不談了 他沒有說不談 不過他說 總之Coming Friday 就開始 將中國貨 萬億以上中國貨 增加到25% 那怎麼辦呢 星期五 就會開始了 那這個貿易談判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 是不是 又說你在這個 啊 5月28日會有個協議 喂 這樣還談不談的 外國新聞界就很簡單 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終止了呢 中國有什麼反應呢 通常是罵的嘛 是不是 你這樣穿 喂我穿回你一句 外交部嘛 王毅的外交部嘛 要穿嘴的嘛 竟然一句都不想回答 不想回答 連有什麼部門 你問什麼部門 你就會告訴我 問什麼部門 是不是 那劉鶴去不去呢 當然這次都去到 都沒有事情要做 沒有歌唱 你又不行 啊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關部門 即是有關那個部門 你覺得自己很幽默嗎 文字去到共產黨人口裡面 完全是 侮辱文字 踐踏文明的 文字裡是最基本的 溝通的 溝通的本能 達到之後 你才可以美化的 當你溝通都做不到 你以為這樣叫 與大相關嗎 那個牛頭不回答馬嘴 人家問你 問哪個部門 每個人都不回答 那我怎樣才可以 做記者 我們做記者的人 很會生氣的 每個人都不回答 你給我一個部門 是不是 你給我一個神主牌 我也好啊 你連什麼部門都不敢回答 是有關部門 那誰有關部門才可以 當然是有關的那些部門 才叫做有關部門 沒有關的那些 就不是叫做有關部門 你覺得自己很幽默 很風趣 其實不好笑 有什麼好笑呢 其實 你的目的責任 是輔助記者採訪和溝通 就是跟陳惠安一樣 我回答了兩個字 契弟 是不是 好了 國際局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的國際局勢 粗略地說 基本上是頂足而立 美國 俄羅斯 中共 互相制衡 非敵非友 中間 加了一個很有趣的 吹化劑 就叫做北韓金正恩 金正恩不簡單 很多人不喜歡他的外型 但是我經常說 這些從血脖走出來的人 個個都很猛的 問題他是 立心 為善 還是為惡 但無論怎樣 他們是一個從林法則裏面 能夠生存下來的人 基本上是個很猛的人 他在越南可以激怒特朗普 在俄羅斯激怒普京 然後翻回自己國家 放飛彈 這個敏感的時刻 中美貿易談判說 5月28日已經有協議 說了一年了 去年已經說聖誕前後有協議 然後又說3月有協議 然後5月有協議 不斷拖拖拖 講講講的談判 已經講了一年了 在這個時候放飛彈 外國傳媒很簡單 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你遇到不明白的畫面的時候 你還要去到一個最 最開始的時候 問一個最實際的問題 最開始基本的問題 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呢 北韓幾十年來被國際社會經濟制裁 糧食不足餓死很多人 為什麼還有條件發展核武 發放飛彈的 你上網搜一搜一個飛彈 大概有多少錢 可以買多少糧食 那些錢哪會來 技術哪會來 核原料哪會來 還有打仗很值錢的 一架美國最新的戰機 你要在台灣裝陷要兩億美金 成本而已 要在外地裝陷 另外收五千萬美金 一架而已 所以武器工業 軍事工業 永遠是最賺錢的工業 因為世界動蕩不安 你沒有安全感 就要買武器 那習近平呢 極度渴望盡快達成協議 日於言表的了 但是很明顯 特朗普不想 普京更不想 美國國防部 剛剛發表了一個報告 他說中共努力發展 自己的軍事工業 他展望用三十年時間 去到二零四九年 可以達到目前國際的水平 你要追 要三十年時間 才追到目前 美國和俄羅斯的 軍事工業的水平 目前最先進的軍事工業 要說法國也有 英國也有 這些最頂尖的美國和俄羅斯 還有距離 如果亞洲 亞洲的區內關係緊張 每一個國家都想買武器 其實對美國和俄國 兩國都有利 大陸自己的經濟處境是怎樣 他的經常將長期過剩 但是今年將會出現 首次歷史性赤字 習近平 習近平用盡一切手段 阻止外匯流失 資本外統 但是貿易談 他一談就談了一年 騎場商家 好像摩馬克他們這些 等著 還決定去留 特朗普不想你等 表態我就拖下去 你還留不留 但香港還有 你大陸人 在大陸做這個 那條production line 你就要交一個懲罰性的關稅 但是 Wall Mark那類的 巨無霸機構 產能要很大 印度還沒成熟 越南物流不得 柬埔寨人口有這麼多 叫去哪裡跑好呢 是不是 去哪装嵌呢?去哪製造生產呢?有這麼多勞動力呢? 印度人民的工人質素和大陸的綿羊式工兵質素又不同 血汗工廠在中國很容易成立的 在其他地方未必那麼容易 非洲很多人口,你試試非洲造廠就知道 你問查家 無論如何都要做決定 我拖下去的話,你的生產始終都要想 是不是? 廠商搬來的話 其實整個廣東省都見到的 你問一問,你做廠商的朋友都知道的 東莞、常平、一帶 現在哪裏還有甚麼廠商? 叫苦連天斑廠商 廠商搬來工作的職位就會減少 經濟會下滑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中國有14億人口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大陸會亂的 所以習近平最近在政治上又重新再舉一個 新上山下鄉的大旗 但是你不是毛澤東 你的政治能量不是那麼大 今時今日的大陸青年 也不跟當年 三面紅旗時期的青年那麼純樸愛國 現在大陸人個個都鼓鼓滑滑 你不是准計發達走老的 跟當年純樸的農民世界根本就不同 是不是? 現在你叫你下鄉 你叫習明澤你的女兒下鄉 叫薄瓜瓜下鄉 說真還是說笑 是不是? 你叫孟晚舟這類的特權分子 走去割禍 你傻傻地 你叫宮 colorful家鄉 你眼睛是衡量的 你不是他喜歡把工作 我說小есте 2016 你叫最縮 Cold 他幫LA den 是一派一戰 當年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齊集北京天安門示威 是基於什麼背景? 是基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在巴黎召開巴黎和會 成立這個凡爾賽和約 當時的西歐列強 完全不當中國是主權國 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青島的利益 不交給中華民國而交給日本 當時青年對當時的執政黨 國民黨、執政政府、北洋政府極度不滿 所以齊集天安門 提出內除國策外抗強權的口號 火燒當時大高官曹宇林的官邸 火燒趙家樓 有本書記錄整個過程 痛打官員張忠祥 提出了兩大救國理想 一個叫做蔡先生 Science 一個叫做民主救國 叫做德先生 Democracy 叫做國民黨 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 就是青年人 獨立思考 不跟當時的北洋政府 不跟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走 如果聽習近平這樣說,哪有五四運動呢? 1919年你就聽黨走,那就是國民黨,執政黨 你就聽政府走,那政府就叫做北洋政府 1919年共產黨是未成立的,共產黨在上海創黨1921這兩年後 所以它創黨的時機是得於當時的五四運動,是事實 因為當時大家被歎於自己的百年的衰弱 清失的腐敗,列強的欺凌,主權的不振,前途的迷惘 當時就希望能夠救國,所以提出了 簡單地就說不如學習外國西歐的民主和科學吧 但是它將事情簡單化了,青年人就是這樣,狂簡,孔子的說話說 狂是豪邁,熱情,簡是將事情看得簡單了 你以為將人家的制度剪裁過來中國,用它的制度就是等於西歐,就是等於美國,不會的 制度和人士是互相挪讓的 中國人的人士要配合他們的制度 制度裏面又影響了人士,人士制度之間是一個很複雜的 配合來的 你生、生、生、活、剝將人家的制度搬過來 你看到Google很成功,你將Google的制度搬到你的公司裏面 那你就真是 真是呆條啦 我家裡講 是不是?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那個本質,中國人的潛規則 不可以用Google的方法 不可以用Apple、iPhone的生產線 郭台銘為什麼這麼容易在國內 一間工廠 富士康就可以成立 是不是一條生產線幫iPhone裝陷 這個血汗工廠 只可以適應在 這種制度適應在中國大陸的地方 你叫郭台銘在美國 新墨西哥州 建立一個血汗工廠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制度跟人士之間 要互相配合和挪讓 但是五四當時的青年 一腔熱血 晚清的腐敗 列強的欺凌 其實告訴你 晚清滿族的特權階級 由於基本上有特權 已經發展到 腐爛到這個政權是必然地 滅亡 不用有鴉片戰爭 不用有英法聯軍 不用有八國聯軍 基本上清朝是必定滅亡的 這個密先腐爛到沒有辦法 不要怪江水無法維新 即使維新主持的人 是慈禧 是公親王 是掌權派 都不可以 慈禧都不可以 將整個滿族的特權階層 的特權 幾百年的特權 完全去分 平等 你不開放滿族的特權 這個政權是必然腐爛 必然滅亡的 不需要外力的入侵 所以如果你說當時 1919年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 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血洗天安門了 還被你火燒趙家流 痛打張中腸 所以五四運動 基本上就是目前 中共的國賊的相反 違背 你拿起 這個五四大旗 想固惑目前的民眾 你就欺負中國大陸的民眾 是民盲 以動物本能生存 沒有讀書 沒有讀歷史 當年的北洋政府 硬爛 當年的國民黨 更腐敗 五四運動 抓過誰 判過誰 有罪 你看看1989之後的 六四事件 死了多少人 多少精英自視 流亡海外 為什麼當時的北洋政府沒有 兩個政府比較之下 你竟然拿起五四運動出來說 年輕人的醒覺獨立 你想一下那個問題 習近平扭曲歷史 扭曲五四精神 任何歷史任何事實 在共產黨人在大陸人口裡面 都變質變形 歸納出奇怪的結論 為了中港融合 北京對香港的攻勢越來越激烈 現在兵糞兩路 要攻陷香港兩大山頭 醫療和司法 大陸人 在97之後 湧下來香港 各行各業 各個領域都已經佔領了大山頭 整個恆生指數 整個股股 你自己攤開看看 有多少間是 國內公司 還剩下多少香港的藍醜 但是 就只有醫療 醫生他們不能做 律師他們不能做 法庭 是司法獨立 法官 是根據這個普通法來判案 這個令到他們真是寢食難安 咬牙切齒 但是問題是 香港為什麼有別於國內的城市 為什麼我們不是光門 不是衛州 不是珠海 不是深圳 就是因為這兩個因素 因為我們的醫院可靠 我們的醫生可靠 我們的法庭獨立 我們的法庭可靠 連新加坡 追幾十年都追不到 整個東南亞 為什麼國際集團的協議 要總部 要設在香港 亞太區 為什麼不在新加坡 為什麼不在台北 為什麼不在東京 為什麼不在吉倫邦 香港很貴的 你知道嗎 你問一下中環那些死池頭幾千尺 你問一下那些國際大行 在ICC 和FC 租層層的時候 究竟的租約 是什麼天文數字 那些洋人來香港住 要住幾十萬的 service apartment 要給子女讀國際學校 又要司機又要 這麼貴 又來香港 因為法庭可靠 他們覺得有個主持公道的獨立司法 也是因為這兩大因素 你才吸引到馬雲來做香港人 馬化騰柱石奧道 萬萬洲這些華為公主 在深圳打橫走 為什麼都要來 這些無數無數特權的大陸人 都要來香港做香港人 為什麼 就是這兩大因素 你開放外地醫生來香港執業的討論 越來越離譜 你根本連動機都不掩飾 做賊都不介意 總之大陸醫生來香港執業就免使 你講講講講 都不用去公立醫院做實習 做服務了 五年都不用了 總之開個閘口 他們湧進來 自己私家執業就算了 這樣 這樣 那麼香港的司法獨立 又怎麼辦 逐層樓來拆 逐層牆來拆 有排拆 不要搞了 你修訂了逃犯條例 凡真中共要的人 香港交人 全部去大陸法庭審訊就算了 免得這麼麻煩 夾蕭建華走 夾李波走 有那麼多洗頭艇 又古靈珍貴 又要通知保安局 又要警察特地走邊 不要走過頭 不要這樣搞了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 那個都有事 七百萬香港人都有事 我叫誰誰上去 我免得經理法庭 一夜就摧毀了你所有律師大律師 法官的工作 連建制互發 港大教授 法律學院教授 陳雲毅 大家知道這是誰的 我可以說 那是香港的建制派護法 立法會法律顧問 曹志遠 正在支援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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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就給誰去 香港怎麼拒絕呢 不如我們設立一個防火牆 港人講審吧 大陸說他有罪 我們就在香港審他那條罪 行不行呢 他有一個緩衝方法 是不是 但剛才看到招待會 你看看李家超和鄭若驊 你完全沒有關注香港人的生死 你不只是洩衛 撕衛就是你拿了工資沒有做到你已經做的事 你是坑陷香港 坑害香港人 現在商界才會害怕 炒河害怕 大樓害怕 Peter Lamb害怕 這些特權分子全部面向中央都害怕 逃犯條例修訂之後 有一條叫重婚罪 大陸的法例有作為事實婚姻 甚麼是事實婚姻 過去四十年 你有沒有在大陸包過兒奶 有沒有給過家用租過家屋 有沒有請過女方親戚 喝過喜宴啊 這些全是事實 只要有個女人走出來 說你三十年前 曾經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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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八百元一個月 是不是 租過爛鬼單位千八元 他媽媽生病 是不是 又淹了你三千元 五千元 那個弟弟讀書又不知道多少錢 那個鄉下經常都爛屋頂漏水那些 喂 這些就是事實婚姻 只要女方 提出訴訟 喂 很容易的 就是找個女方出來提出訴訟 香港人要交這個人給他 那很簡單 以後香港商界 就不見了一半人 只有女商人 陳惠惠啊 那些 那所有男人怎樣 所有男人都抓了 上去大陸 是不是 只是告你這件事都可以 重婚啊 重婚罪啊 其實香港人七百多萬人 其實你肯不肯定自己 你夠不夠膽告訴我 你自己不在逃犯條例的範圍之內 這個範圍 誰可以說到的 你知不知道自己 你知不知道自己進不進去 哪些人 啊 那些人 有沒有送過 佩蘭 底 三個五香煙給國內的官員 有沒有買過電風扇回去 有沒有買過翻版DVD 當年小筆拿著本能的DVD過關 都搞了幾個月,搞了幾十萬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些呢? 不過這個可能是歷史上最公平的惡法 因為根本就不知道誰沒事 所以個個都有事,香港人人自危 你看看立法會的秘書處和建制派的醜陋 那種強硬的泥法 就是說這個是死命令 立法會在七月休會前一定要通過這條修訂逃犯條例 修訂了就不是判成一個香港死刑嗎? 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成功 是基於什麼? 是基於司法獨立可信的法庭 你現在修訂了這條逃犯條例 就是司法獨立裡面打開一道缺口 廢了香港法庭的武功 修訂通過 香港過去的成功史 就是變成了香港未來的武致命 這個就是周易第28卦 澤豐大過卦 澤豐大過上卦為堆 堆為窄,為窄水 湖博,河流,那些 下卦為順,順為豐為木 澤水淹沒了湖邊的灌木 澤水的作用本來是滋養樹木的嘛 但是多了,反濫了 末頂就浸到樹 沖死木 沖了松木、灌木 全部被你浸死了 水也會浸死樹木 那你還沒種過盆栽 香港人種盆栽 大部分死亡的原因都是水浸死的 大過卦六支牛裡面 澤豐大過 最頂那支是陰牛 最底那支是陰牛 中間四支是羊牛 上下兩支陰牛都輕飄飄 包不住中間四支羊牛 所以掛時候開始就說動鬧了 動是甚麼?動糧啊 一間屋的支柱 亂了 整條柱都亂了 為什麼? overload 超負荷 一個社會作為動糧的柱 那條柱 出了 問題啊 成災不了 好像車超載 好像船超載 沉了 滅亡前的徵兆 平衡破壞 負荷超載 所以就大過了 大大地overload了 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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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那些 升降機 升降機 人家說坐15人 你逼了25人進去 那條艦也斷了 那就危險了 那就大過了 說明15個人 總數是多少磅 2000磅 2225 平均一個人150磅 那條Average Line Counterweight就是2225磅 是不是 你突然推了25人進去 變成3000多磅 Counterweight搞不到 燒了上面的摩托 為什麼社會的動良 會鬧了 會彎曲了 喘喘說 本末弱也 大局級級可危 整個結構都搖搖欲罪 因為本末弱也 本末都是陰咬 都弱 中竿四肢羊咬很強 但強的地方 不對 強的地方不對 反而增加了整個結構的壓力 那就倒了 大過了 初六是根本 根本弱了 沒有了基層的人民支持 這個是本 上六是末 最高那層都弱 都是陰 本末都弱 沒有了木掛變成伏掛的機會 木極而伏 這個機會沒有了 因為本末都弱了 本來是地雷伏 最漂亮的地方 是一陽伏子 本末弱了 木掛還有一個 筋在那裡 有一個頂在那裡 是不是 因為山地木 山地木 把最後一枝羊牛都弱了 那枝羊牛就回到底了 就叫做地雷伏 這個叫做木 盡而伏 木極 木到盡之後 那個伏就出現了 但是 大過掛沒有 因為底面都不是 上牛是陰牛 初牛是陰牛 沒有 光過而終 光的部分 太硬了 硬了 硬了 那之後是怎樣呢 我們要用方法 將它光的部分 走回到中度的正確位置 它錯了 拔它過來 順而越行 在高壓手段之下 都能夠勇敢地面對 就可以走出一條解脫的路出來 大過這種處境要克服 一定要重的是時機 要用非常的思維 用非常的手段來解決 才能夠有線生機 大象傳說 摘滅木 大過 摘水 將這種木材 順木 將這些蟲木 灌木 就是河邊的木 摘水 將河邊的木 滅了 這個叫大過 本來賴以生存的東西 現在拿了你命 司法就是了 本來香港百五年來賴以生存的 最矜貴的地方就是法庭 現在你利用司法 押殺全港的生機 這個叫摘滅木 這個就是大過 君子獨立不懼 頓世無悶 大象傳是什麼 大象傳是孔子借掛象 看到修德的哲學 教我們自我提升的智慧 易經第一個是什麼 大象傳說什麼 這是宇宙的規律 天是行見的 天的宇宙規律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宇宙的規律 是有規有矩 永不停息 銀河是這麼轉 太陽是這麼轉 地球圍著太陽是這麼轉 月球圍著地球是這麼轉 地球是這麼轉 地球自己有自轉 春夏秋冬 陽盡陰生 陰盡有陽來 修而復始 生生不息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象 天是行見的 我們要怎樣 君子要自強不息 你永遠都要進步 鶴如逆水行舟 你以為你做了局長就可以脫離群種 你看看羅志剛犯了什麼錯誤 你以為你還拿了博士可以不看書 多少學棍文謀在大學裡面騙飯吃 君子要自強不息 不管是 到第二季 到了第二季 崑掛 崑掛根據宇宙的規律 形成實質的人間 所以孔子跟大象所以就說 地勢崑 天空是行見的 但是地需要看形勢 有時候道理講得對 實際上做不到的 這條路本來向直走 但是山阻了 路隔了 河阻了 怎麼辦呢 你要兜路而走 所以地勢困 這時候 我們要像困掛的柔順隱讓 厚德在密 這就是大將轉 天地定了位 天尊地卑 堅困定義 天地定了位 人就出現 生命就來了 在水底下 生命的來源 由單細胞開始 慢慢繁殖出來 這個是第三掛水雷團 水雷團應該怎樣 東撫險中 外掛是陷險 內掛是震雷 震雷想動 在陷險之中 東撫險中 很艱難啊 所以孔子在大將轉裡面講 雲雷團 不用水雷團 用雲雷團 勾緊雨 雲層越積越厚 但是還沒下雨 很大壓力 天陰低沉 天昏地暗 在這個時候要怎樣 君子以驚淪 做一個君子 要橫打直去經營 不要怕時代的壓迫 不要怕人事的壓迫 不要怕天昏地暗 你看看這三個掛 開始下去就是這個掛來的了 前牧校長就用這個方式 寫了他的身下效果 一開始就說 被搏後 藍得這個門檻的學生 要好像坤掛一樣 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 但是志向要高遠 第二句 天高明 不是只是買樓生兒子 不是兒子讀喇沙算數 你的社會有責任 你人間有角色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三句就說 奸險我份盡 困惑我多情 你自己的責任 你要明白自己的時代責任 你明白你自己人間的角色 你先定定乾坤兩掛 你知道自己 自己走來這一轉 是有你的特殊 角色和任務 這個就是責任 是不是啊 其實 大象主就是這樣用的 我們看回這個 大過掛 宅峰大過掛 孔子說宅滅目 你賴以生存的東西 掩蓋了你了 當年的成功時 今天的毛致命 拿你命的地方 是當日你賴以生存的東西 這個叫大過 在這個時候君子以獨立不懼 這個叫大過掛 盡世無悶 木本來象徵生機 他需要摘水來滋潤 他需要摘水來養他 滋養他 但是我們需要的東西過了頭了 過則為災 什麼無美惡 過則為災 中華文化就是這一句而已 你將來獨自研究 指平命你 就是這一句的了 有如用虧 不足就用保了 說完了 八字已經 其實是八個字而已 有如就洩 不足就補 這就是中國民族一早面對的問題 大地問題 黃河以南 南路 黃河以北 北漢 南路 北漢 你靠什麼方法 南水北調 就可以調和頂賴 洩理陰陽 就是這樣而已 紫微柳數 八字 風水 全部都是講這些而已 八個字 全都教你 十五分鐘畢業了 跟你講 什麼無美惡 過則為災 你賴以生存的東西 變成災了 是不是 你看香港現在的二十四孝父母 對子女的愛 溺斃了兒女 在溫室裏面 百般呵護照顧 小朋友將那條路很難走 是因為愛 是因為你的愛 你不是製造精英 你製造廢柴 廢柴是父母做出來的 用什麼做呢 用愛 各則為災 將我們毀滅了 信目象徵船 木嘛 木上行舟嘛 但是他在一個窄水下面 什麼意思呀 船在水底 行舟滅頂之障 全個瓜 顯示一個字叫滅 滅絕屍體的滅 無生機 只有無限勇氣 面對滅亡 才逼到生存的可能性出來 頓世 要無悶 沒有絲毫的埋怨就叫無悶 潛掛文言傳解釋過這個字 頓世無悶 出自瘋狽的潛龍 他怎麼說潛龍呢 潛掛文言就說 頓世無悶 不現世無悶 耐得著寂寞 孤獨 堅持自己的操守 要做自己的本分 做自己應該的事 不迎合世俗 不迎合別人 不給別人左右 還有 這個叫頓世無悶的修為 一般人 求命求利 一生努力迎合奉迎這個世界 迎合權勢 做一個醒目仔 如果不行的話 就覺得自己失敗 覺得悶 覺得屈屈不得志 大哥瓜 另一個作用是什麼 在我們面對這個處境 頓世無悶 為甚麼要訓練出這種價值觀 這個價值觀就要做獨立不拒 為甚麼不拒 為甚麼可以不拒 因為沒有恐懼 為甚麼可以沒有恐懼呢 因為你沒有妄想 沒有掛愛 遠來顛倒夢想 所以不怕 獨立不拒就是大過關的結果 澤滅目是大過關的現象 孔子通過澤滅目的現象 帶出了大過關的結果 結果就是要你獨立不拒 遠來顛倒夢想 沒有癡心 沒有妄想 沒有掛愛 那你就可以遠來顛倒夢想 那你就可以不怕 剛剛走入大過關 初咬 一日大過關的處境 就是香港這家 這個處境是甚麼 初咬 初陸 失為 不忠 無應 但是它上面有一支羊柔在這裏 它有個 繩在這裏 有個衣磅在這裏 衣磅是甚麼呀 它說直用白茅 繩子之羊柔 這羊是甚麼來的 是個水泡 是個扶手棍 是藉以在大過關生存的衣磅 這個衣磅是甚麼呀 它的文字說 直用白茅就無夠了 六顆字 直用白茅 無夠 直 甚麼叫直呀 找一件事 直著它 找個東西 找一件事 佔著它 緩和走入大過關的衝擊 第一支牙 其實是大過關危局的開始 危機初現 我們有時間 有空間做準備 它教你用白色的茅草 用白色的茅草 很幸好我們這塊茅 鋪一塊茅啦 是甚麼 鋪一塊草茅啦 鋪在地下啦 作為一個 Buffer 英文叫 軟墊 做個軟墊 勉強我們一碰的時候 那種硬碰硬的衝擊 的痛苦呀 那為甚麼要直用白茅才行呀 小象轉說 油在下也 因為下面白色的茅草很油 陰牛來的呀 很油 很油軟 油軟的茅草 可以減輕衝擊的力度 你隔著它 就減掉了傷痛的磨擦啦 這個牛 如果牛變 牛變一變 變成擲天拐拐掛的啦 五陽缺一陰 下定決心 耳剛缺右 一塊白茅 效果不可思議呀 孔子對這個牛的牛詞 在喉蟹轉那裏 有很大的發揮 孔子的意思是講甚麼 孔子的意思是說 將一些東西放在地上就行了 本來就行了 那為甚麼還要鋪發一塊白茅的石頭在那裏 喏 孔子的意思 是一個藉著問題的意思來問 九錯諸地 而可以 直之用茅 何舊之有呢 是吧 將東西直接放在地上就行了 為甚麼會 還要鋪發白茅呢 自問自答 他說將東西直接放在地上 那樣東西和地面之間 大家的平面不一樣 會格格不入 會有不平的感覺 用一塊白茅 粘住 那就不會有問題了 沒有 沒有遺憾的啦 為甚麼呀 神之治呀 因為你真是愛護那樣東西 你感覺到有 你要令到所有人都覺得你愛疼他 廣東人這句說話 很全神的 我們鏡石 鏡是甚麼字怎麼寫呀 鏡是個敬字 讀廣東人就讀鏡 敬呀 專敬的敬 甚麼叫石呢 我最疼你的 那個石是甚麼呀 那個色字 珍惜的色呢 鏡石就是又敬又色 尊敬這件事 珍惜這件事 感情要鏡石 物件要鏡石 事物要鏡石 關係要鏡石 經營一件事 百年歲月 你要鏡石呀 是不是呀 用桌要鏡石 用椅要鏡石 寫一幅畫要鏡石 對著毛筆要鏡石 那個墨鏡要鏡石 關門你也要鏡石 才好關 因為勁同色 其實 孔子想說你要鏡石它呀 你要鏡石你就感動到那樣東西 感動到周圍的人 所以就沒有遺憾 無救的啦 茅草本來是很輕的東西 不值錢的 在農業社會 是不是呀 但是可以產生 不可思議的效果 為甚麼呀 你懂得善用一些小東西 可以創造大奇跡 而用可做也 你可以重用 你不要看小的白茅 可以重用 你用得恰當 就有其效的啦 最後一句 神思術 神思術也以往 其無所失矣 用這種謹慎的方法去行事 一生都沒有過失 在步入大過掛的非常處境來說 白茅 是甚麼呀 我們怎麼詮釋它呀 你不如這樣想 我們入到一個非常處境 一個窄滅目的處境 用我們過去賴以生存的東西 現在反過來 要將我們扼殺毀滅 在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白茅 一塊白色茅草造的草籍 那是甚麼呢 怎麼引申它呢 這個是一點心思 心思 心思是甚麼 為對方著想 心思就是這樣 父母為子女用盡心思 這個就是著想 用盡一切的著想 心思 好像柔軟的白茅 的鋪墊一樣 結果可以換來無救 心思其實花不到甚麼錢 但是用心 用心為對方 你能夠用心為對方 對方一定感動到的 貓狗都感動啦 你做主人 究竟親不親隻貓 親不親隻狗 親不親隻狗的 是不是 你親牠 牠知道的 牠捨不捨得你 你拿個皮箱出來執行李 牠已經發覺 我的樣子有一點點 淚汪汪的了 守住在門口裡面 看著你執行李 牠知道你要離開 離開幾天 你說要走的了 牠不睡 守在大門口 看著那扇門 牠等你甚麼時候回來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不吃飯 不回自己的床睡 就守住門口 你的菲蓉說 乖啦乖啦回去睡啦 很快回的了媽咪爹地 牠不守住了 不肯走 一步都不來 就守住門口 電梯燈一聲 隔壁屋開門一聲 牠就又吠 回來了 回來了 是不是 狗都知道 貓都知道 草木都知道 你說那些花不知道你愛不愛牠 你種過花了沒有 其實 心思 就像白茅一樣 根本不值錢 但是你肯為用心為對方 就可以感動對方 這個就是你人生的 柔柔長老 百年人生裏面 可以永遠無咎的秘訣 孔子通過大國話 傳授你這個 一生受用的秘笈 好過你學如來神掌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開始講論語 我先休息一下 一杯水 今天的花很漂亮 沒有那麼涼 以前的花很涼 沒有那麼涼 有 啊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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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朋友在東京都有看Mikiku 是不是叫Mikiku的 Mikiku 還是Kamata Mikiku 也有看過我的節目 Mikiku 還是Kamata 好了 我們講論語了 《惠寧宮》編第十五 《論語》二十篇 我們講到第十五篇 這篇叫《惠寧宮》 《惠寧宮》裡面講了十七個section 十七章 現在講第十八章 《紫若君子病無能言,不病人,只不己知也》 病就是患 以前用過患字 用過病字 都是這個調字 君子 一個了不起的人 最怕的是自己沒有能力 沒有了道 人世間走一轉 你一定有角色 一定有個能力 你沒有發掘到自己的能力 這個很可惜 所以你只能夠擔心你自己沒有能力 你不要怕別人不了解你 別人不了解你 這個是虛名 你自己沒有能力 你心裡有數 類似的說話 其實經常出現在論語 《理人》編第十四章 《憲民》編第三十章 都出現過 不患無圍 患說法 不患莫瑀 不患莫瑀 求為可知也 以前用個患字 這一篇再用病字 也是同創的意思 你不要擔心 別人不瞭解你,你不如擔心你自己有什麼貢獻 對人間、對社會、對家庭有什麼貢獻 你一定有一個能力 孔子說的 無有不如己者,我們身邊每個人都有這麼聰明 每一個人比我差 我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能力 可能你是廢柴,但這個廢柴裡面包含了你一個純金撲玉的 你要找出來的 孔子一直強調這個項目 做人手中的就是要找到你自己的位置,自立 別人明白不明白,你有什麼所謂,只是虛名而已 這個名,就帶出了下一張 這個名又跟孔子說,另一個名又不太同 第十九章,孔子說,指約 君子疾,也是講那個字而已 疾沒世而明,不稱言 疾,疾病的疾,剛才用病 之前用患,病患 疾病的疾,其實這些字眼是差不多的 病字,疾字,患字,都是擔心 君子應該擔心什麼呢? 一個君子應該擔心痛心,你死了之後 末世,死了 死了之後 沒有人記得你 跟草木一樣 人過了,就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言行留回世間 命不稱言 沒有人懷念你 沒有人記得你 你人生百年,幾十年 就不會真的過了 就好像一陣風吹過那樣,不留痕跡 人之一生,不過是百年 死了就跟草木一樣,同流 一切都不會留低 留低什麼呢? 我們所謂抽收東藏 最後藏什麼在人間呢? 我們上星期說了文天祥的靖氣哥 是不是? 舉了十二個捷人出來 在齊泰時間呢? 在進董湖北呢? 記得嗎? 是不是? 靖氣哥最後說捷人日以遠 都不在 典型在宿式 但是他們根本是永遠流傳在人間的 風扇 展書讀 打開本書 你看到 古道照顏色 是不是? 你看到那個古道 看到他們的典範 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 所以 你不可以說你死了之後跟草木同流 你的言行會流下來 我們再之前一星期不是說白居易的 琵琶肯 琶琶肯成為千古絕槍 為什麼呢? 是不是? 因為共鳴島嘛 是嗎? 共鳴島就千古絕槍 是不是? 我問琵琶而嘆色 覆問此語重直直 同時天涯淪落人 雙逢何必曾相識 由琵琶裏帶出自己的 仕途的祭遇 我只去念慈帝經 宅居我並沉陽省 沉陽地匹無音樂 終算不問世俗性 是不是? 在這個時候突然間你這個聲音泥 彈完一首 大家呆了 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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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算西訪超無言 一個close up 一下 呆了 你看江心秋月白 用江心秋月白 回應第一句沉陽 剛頭野宋客 這就是文學的變手法 這就是剪接和鏡頭的技巧 這些不就是他留下的東西 我後面那一幅蘇東波留下的 青春不覺露珠眼 強笨蕭磨薄靈間 受黑倦淫花似酒 皆人休暢入閒山 這些都是他留下的言行 孔子說 君子侄沒世命不稱言 你死了 你沒有東西留下在人間 你的子孫沒有東西可以值得談論你的 這是你要擔心的地方 這是你要疾病的地方 所以做一個君子 一個了不起的人 你以榮名為寶 名在就人在 講起的時候 你見到蘇東波 你見到蘇東波那種豪邁 你讀他的赤壁庫 你見到蘇東波那種自問自答 這個客人是假的 你自己說的客人有吹熱動消者 你自己來的 如一如霧 如怨如素 是不是 無憂確之情不夠 一孤舟之利庫 甚麼 要命定 他躲在哪裏 他哀傷 悅鳴聲嘻 沙著南飛 除非曹曼德之師父 曹操如此厲害也不見了 何況這些人 當年私走林光,橫索富斯 80萬大軍下江南,故一世之紅也 而今安在哉 曹操都不在,我和你這級別 鋁魚蝦有微綠,你認識沒有? 鱁魚蝦,蝦幹р而已,微綠,走走,有什麼驚芳就走不切 既浮猶於天地,妙滄海之一宿 哀吾生之雖然,先長江之無窮 協非先而奧右,抱命月而長中 只不可乎就得,託位向於悲風 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流傳下來? 你見到這些詩詞,你見到這些文章 你好像見到一個古人一樣 你覺得和蘇東坡正在做朋友 是不是? 你讀琵琶,肯定和白居爾做朋友 你見到李白那種,啊 思想飄搖幾千丈那麼遠 整個宇宙,觸搏不到他 所以叫詩仙李白 你見到這個宇宙,你見到這個寫實 你見到這個寫實來的,用旁觀的角度 居倫倫,麻燒燒,很繁忙啊 行人公佔國在耀,煎亂啊 是不是?煎亂來了 安史之亂啊 聖堂之下,一個這麼鼎盛的時代 竟然同一個皇帝 李龍竟然轉變成了 一個動盪的社會 爺娘妻子走雙宋 塵埃不見寫陽橋 哇,這個是一個鏡頭 一拼過去最旺的地方 爺娘妻子都走雙宋 走爛 抓兵啊 抓人做從軍啊 政府抓人啊 是不是? 牽衣頓足難道哭 哭聲直上乾雲笑 當年82年達卓爾夫人訪華 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還沒有89年的六四事件 大家知不知道 那幾年 啟德機場的宋別那個位 入禁區那個位 人頭湧湧 就是這個描繪的畫面 居倫倫 麻笑笑 行人攻箭國在腰 夜娘妻子走雙宋 塵埃不見寫陽橋 牽衣頓足難道哭 哭聲直上乾雲笑 那些宋別酒啊 那些同學啊 同事啊 是不是? 古老葵休 哭別香港 當時頭髮還是黑色的人 幾多 舉家 奔徒 共產黨來了 是不是? 這個畫面 杜甫在一個聖唐時期的畫面 在香港八幾年曾經重現一個 在啟德機場的宋別區 這些就是他們的言行 上張 你見到他們 你見到這些詩詞 你見到這些事件 你見到這些事跡 你好像他們和朋友一樣 風而如生 千百世過去 一樣在你面前出現 是不是? 但是上張剛才說完的 孔子貴在自立 不求虛名的 所謂不求虛名 不病人之不己之也 不是說不要聲明流傳後世 所以清初顧亭臨說 則名之不稱 則必求其實 君子豈有無名之心災 君子求的不是虛名 不是生前大家 讚你一句 大哥大哥那些 是不是? 你有利用價值 全部都是 但是 父群引類 個個都求你 求你背後的權勢 孔子這一張跟你說 不是不要名 孔子認為 君子求的是勢用 你要學有所成 對社會人群有貢獻 死後留名 工人去懷念你 這個是明實相符 所以君子熱切的期望 是服務社會 你真的要明存後世 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對社會有貢獻 一切的成就靠自己 努力 不能靠別人 這個就是明 將明放在千古裏面 就不是現在那些 借助權勢 騙飲騙食那些 當你有傳播力 有支咪 有支筆 有個專欄 騙飲騙食 刺下好處 不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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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第二十章 二十章就說 紫若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連續三章都說 同樣一個話題 互相扣住 這幾張說的是君子 知識分子的學問標準 作為一個了不起的人 一個君子 不是無所求的 求什麼呢 求反 求諸己 對自己有要求 有標準 不用別人說你 你看陳維安 你看陳維安 之前你不認識他 馬會 那些 副局長 古靈精怪 騙飲騙食 不要緊 沒有所謂 你這次在立法會被施處的行為 一是犯法 二是乾弟 就是一個字 乾弟就行了 說完了 對你的評價 孔子對於君子有一個要求 要求什麼 反求諸己 不是一般人 一般是小人 一般小人是怎樣 永遠都埋怨別人 所以說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其實大學也有這樣的論調 曾深的大學說君子有諸己 而後求諸人 曾深之後的學生 即是孔子的孫子 指示也有說 在中庸說 正己而不求於人 先要求自己做到正 然後才有資格去要求別人 三張串出來 你會見到什麼 君子 非無所求 為必反求諸己 雖不病人不己知 亦恨沒世而名不稱言 是不是 雖恨沒世無名 而所以求之者 則認在於我 三張加起來 二實相購 我們要好好換味 給我們好好換味 好了 再說最後一章 第21章 指曰君子 驚而不爭 困而不擋 甚麼叫驚 驕驚的驚 驕驚是甚麼 驚和驚是不同 關雲祥是驕驚 驚的人 不會爭的 驚而不爭 為甚麼 驚是內心的傲氣 有真本事 自視的那個叫驚 驚在骨子裏面的就是驚 驚在氣節裏面 不會向時代低頭 不會向權勢低頭 不會因為 明利而改變自己的追求和價值 那個叫驚 驚就不同 驚是沒有本事 又看不起人的叫驚 君子驚而不爭 下一句叫群而不擋 甚麼叫群 群是敬業 樂群 喜歡跟人相處 跟人相處 是彼此融合 但不擋 甚麼叫擋 結擋 結擋營私 那叫擋 你不走這個憑秘私刑 你走的是大公之路 其實維政篇也說過類似的說話 維政篇說君子周而不秘 甚麼叫周 周是周全 蹲蹲圈 那個叫周 那個叫袁周 袁滿 袁周 周全 鮑羅萬象 那個叫周 你要包容 鮑羅萬象的包容 但你不可以秘 秘是甚麼 秘是比較比毒的秘音 你要人跟你一樣 就叫秘 兩個拍一模一樣 秘 八字有所謂秘堅 甚麼叫秘堅 你是甲木人 遇到甲木便是秘堅 跟你一模一樣 就叫秘堅 是不是 秘 作為一個君子 你可以周 你要周全 你要圓滿 你要圓周 鮑羅萬象 但你不可以秘 你不可以要求別人跟你一模一樣 這個才是君子 子路篇都說過 君子和而不同 甚麼叫和 和 和是條和矛盾 我們說過大主管大宰相 有責任條和鼎賴 有責任涉理陰陽 但你要保留獨立思想 不是唯威唯柴娃娃 大家一齊都是這樣 那個是同的 你不可以刻意去同 你要和 你要條和矛盾 講來講去都是同樣的道理 這一章講的君子驚 但是不爭 奧氣在自己裏面 跟你爭 是不是 楊江講 和誰給 我都不屑 這個就是驚 前宗書的老婆 楊江講 給什麼 和誰給我都不屑 這個就是出自內心的驚 驚而不爭 群而不躲 是你一張孔子 第二十一張 惠寧公篇的說法 OK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除了現場收看 訂閱 YouTube裡面的 黃偉文 《易經港堂》 你按進去 見到我的頭像 在下面有個紅色的信封 你碰一下 就已經訂閱了 另一個就是贊助 我們運作的 支票抬頭寫 這個 《易經港堂有限公司》 你寄來給我們 上環郵箱 上環郵箱 33249號 對我們作為一個鼓勵 心理上實質上都是鼓勵 不過老人家 不需要給這麼多 這麼大額的 象徵式 你覺得有心 非常多謝 不需要給到一千元那些 給一些有能力的 年輕人做這件事 不過我們是需要的 多謝你的贊助 多謝很多老人家 因為不知為什麼 贊助生都是老人家 老人家沒有收入 不用贊助的 你的收看 是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非常感激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就這樣了 拜拜 下星期再會 下星期再會